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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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聽說現在目前沒有再答問題 發工就我自己這樣發工 我大概可以就在家裡就不做事了就發工這樣 發工這個問題喔 我們想一下說它可能會造成能效益 其實我覺得可能不是不能做 是做的可能不會有你想像中的效果 因為我們全部加起來有多少種種 除非我們可以去請別人跟我們行發工 對 因為我們全部加起來好像也沒有超過六千啊 至於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如果我們的民眾還是一樣很感的話 他就說喔今天有人來路過了 那我們路過他來路過我們 對 那我覺得我們其實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我們人真的很少 所以大量的開放可是沒有好處欸 當然開放我們就突然變得很多 但是我覺得社會會付出的代價會這樣很多 但是我也認同就是說 我對這個地域其實一定不樂吧 我覺得它的確有可能在我們不知道的時候就過了 欸然後 因為那個 反正它不然可以這樣過啊 我覺得應該 其他的東西要隨便過 沒有人家很認真的用它的方式發生過 這是不可能的 好所以我覺得同時啦 就是這個問題的話 欸我可能有辦法代表性是說 我會跟妳說我們要不要發同這種問題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的確是要開始做這個最差的打算 就是說如果我們真的進入到一個 幾乎沒有辦法限制的狀態下的話 肯定要亂個幾年啦 那大家不能路過這幾年 那 其實有一個 不是 可能不是很下單 但是我都不改比妳好 我每次在跟我朋友談那個健保點子 我突然欸 破壞我們的 這個醫療的事情的時候 我朋友都問我說 欸那現在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那等一下你現在說你怎麼辦還是我怎麼辦 好 那如果是民眾的話要怎麼辦呢 其實我覺得答案只有一個 就是在塵埃落定 我們大家可以很上席之前 你要努力保持妳的健康 別無看法 身體的心理的 大家真的是很靠自己 這有點點悲傷 我覺得以一個心理室的立場講話 我好像說應該 等一下出去會不會費雷工地啊 但是 以專業人的立場 我覺得真的要打算的是 妳 妳要面對的 其實不管 不管這個案子啊 其實我們的醫療在 醫療在崩壞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所有的醫療的人 聚在一起 大家就罵三件事件 罵健保 然後罵遺健 然後罵那個院長 三件事件 好 那我相信那個 那個如果知道是在機構 已經大概也有一些共同的 一些問題沒有辦法 靠個人的力量去解決 所以變成說 每一個人要去幫助成名 讓我們有更多的想法 其實是很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不確定我們可以對這個 是多判動多少 就是至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要健全起來 我覺得會是很根本的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把自己健全起來 你說我們 民工服務的人 好了我們自己能不健康 那我要怎麼讓 我個人是有一個很安室的空間 可以去處理他的問題 但其實難度其實就是相對挺高的 那你說會不會大功 我覺得後裏其實很困難 我個人的評估是有點難 不知道 日常公會有沒有 我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下我的個人看法 因為我也不知道學會 公關 或是怎麼看 我問我覺得 你想辦法懂 第一個部分就是 對 我的夥伴他提的就是 我們人就重一點點 我們可能要聯合其他人 可是聯合其他人 會有一個問題 我們要聯合誰 那我第一個直覺想不到 既然你是人流 但是聯合比較人流 不然我們不太可能會跑去跟什麼 勞工兄弟說 我們一起來罰工好不好 我們不理你啊 那當我們就聯合醫療人員囉 可是 聯合醫療人員 大家都要想到 那這個代價是誰要比 是民工要比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代價 我們頂多就被老罰拜了 可是像我 現在是在國中同意 我這段比較是 我只有十個個個案 那如果我爸主公一週 這十個個案都不罰得 裡面有三幾個 大概有兩到三個 那如果在醫院怎麼辦呢 哇 你可能每個級都是三幾對不對 可能精神分裂 或者是腦上或什麼的 你不要說罰工一整週 因為罰工一天 哇 那個付出代價提升很大的 如果我們就是 聯合醫療人員 你看所有的醫院全 都不要管心理診所 也不要管各人跟所有的 各大醫院 比如說台大醫間罰工 就會隱藏多少人 那這是我可以承擔的嗎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是 沒有錯我也同意其實某個程度上 我們是牢房 我們就是脂肪 我們是牢房 可是醫療的人 我們跟北修出來實應 是我們不能讓我們 我們的對象受傷 那這個罰工是得利的嗎 大家也可以想像 這就有點像是 我們回到學運的時候 學生衝進立法院 到底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因為他其實在破壞法律的程序 對 所以我覺得用 用一個這樣的手段 我也不確定 學會到人會怎麼回應 可是我覺得我個人的立場是 如果今天來問我要不要罰工 我覺得我可能很難 很難答應 其實這是一個學會的要求 我可能也很難 如果我想到的 如果對象 在這個時間裡面 他就沒有收到我的照片 這樣子 是我個人的想法 謝謝 大家好 我也是心理變人 我不是諮商 我是臨床 我是社系人 那可能不太愛管學士 所以當然 那我有一個延伸問題 就是說 除了法工以外 就是 抗力流行 是不是可能有種像 然後再來就是 連的對象 除了都是勞方的 比如說護理 社工 這些已經長期被知道 說是被破缺的 勞方的某種類型之外 有沒有可能跟病友團體 或家屬團體 去做一個聯合 我不曉得 智商和臨床這邊 在接觸 因為你們現在還在進行服務 那他們 有沒有或多或少知道這方面的消息 那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這次我比較想再接 這次我比較想再接 這也是一個下個問 來這邊集團的 這後面被問問 其實上次 正大學院老師有弄一個那個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填過 就是 你是心理系學生填嗎 然後你不是學生 你是病友 或是病友家屬的單分去填 這樣子 其實那個好像也是有收集到 病友的一個資料 不過我覺得我們做這個工作 其實最尷尬的就是 你不要提到個案阻止 所以很多事情都不要做 就不能做了 那那譬如說我們流行 我們不太可能幫我們個案 托到入張區 即便他是家屬 可能我們也不能托他區 他今天可以用其他的生物商界 可是他當他是跟 譬如說他的這個心理困擾 綁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有一個相對的難度 而且我們可能會覺得去路上 走一走而已 現在那麼流行路過 我們就去走一走路過一下 可是對於其實像 我們服務的對象來說 有時候他們的這個 你不太確定你做的事情 會對喀利的內在心理地層 會是一個怎麼樣子的反應 可能會是很大的影響 那甚至剛剛在那個 一名來講 罷工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就算你今天 罷工的時間 那我今天是第一任何 你都沒有個案喔 你就去 可是 不代表就對你的個案沒有影響 那經理的服務他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於說 我們都跟你在一起 那個影響就一直跟著你 好像鬼故事 就是說比如說 嗯 好我今天出來講講話的時候 我剛才可能會透過不同的管道 去看到這個東西 那個就可能去改變我們在治療裡面的關係 可能我講的東西根本跟那個無關 然後可以也許今天在路上被記者訪問 這個 欸豬肉糖漿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然後我跟他講 不合理啊 其實應該要有人負責 我可能只是講對樣 我沒有被訪問過啦 如果我被訪問後會打告知 但是 嗯我可能只是講這樣 那如果這個新聞就播放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個案看到的時候 所以他其實你就會有反應 那當然這東西不是不能處理 就是說他如果願意帶回來治療室以後 我們就有東西可以討論 好那對他來講 現在是壞事 可是我們也不能有一個就是個案守則 好就是我們任何在治療室裡的規範 都是規範我們 都是規範哥啊 我們沒有個治療守則 是反正什麼事情 你就一定要來跟你們說 沒有這樣的東西 好所以其實 嗯 也許不是說我們真的很多事情 我們不想要用一些激烈的手段 是說一些比較激烈 或是比較盛大的手段 可能就會去改變我們一個工作上的本質 那他就回到我們一個工作的例子 上面一個 我就是呃很難解決的一個問題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呃我想到兩個可能的例子 我確定這樣大家走 一個就是呃 嗯 之前在學齡服務的時候 其實有些家長的人 比如說親子共學 他們會把小孩帶出來 那我們假設一個狀況 比如說家長其實應該要照顧小孩 那讓他建立價值觀等等 那他們帶出來之後 也會對他們造成影響 所以就有兩派說法 一個是說要讓他們去解決民主的事件 可是也會有一些立委 甚至也曾經遲合不認 他們說這樣是會帶來小孩子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最近有一個就是講到教師跟學生 教師他們也在想說要不要抗議罷工那件事情 也會有人講說那小孩受教權是怎麼辦 可是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件事情如果說沒辦法回聽 那就必須要正面面對 那我說正面面對的意思就是說 必須要闡述的確有這個事實和現象 那這件事情的確會影響到現在你在進行服務的品質 或者是他們受服務的一些權利 那當他們知道這件事情連中心是跟他也是同樣 切身相關的時候 他們難道不會支持 我不確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呃不是說 不是說我們因為太擔心他遇到這種事情而不能處理 我們就決定 不要讓這件事情就鐵乾淨 然後就不去處理這件事情 而是在出一件事情的時候 要相信他有這個能力去承擔或什麼 就像他的困擾一樣 這件事情必須要承擔 然後 呃 諮商或是臨床性 是這邊某種程度的義務是 你如果要做這個行動的時候 其實你連帶的配套或是睡 當然有勇氣去做後續的動作 而不是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沒發現這件事情 就不做 那我覺得這樣 這樣就跟一些立委或是 那個 一些反方的 我想說教師或者是家長就不能帶小孩 或是帶學生一起討論這些議題 我覺得有點自己打自己的感覺 我不太確定我能不能描述清楚這個概念 謝謝 不好意思 那 那個我股份上剛剛任何說的 就在更引擎一點 我覺得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 第一個就是 你要面對是你現在的個案 還是為了 還是為了要面對你未來的個案 那 其實剛才可能說罷工 要不要就是挑戰他有沒有個案的時候 這樣罷工 那我會覺得 我剛所謂的罷工期 就所謂的就是 就是不要做自己治療 就是直接讓 左右心理健康的問題能不能發生出來 然後看社會會造成什麼影響 然後讓民眾去看到這些問題 後他們才會開始一種事情的健康 所以我 我並不會站在就是說 我通通解案 然後我們就開始罷工 因為這樣子我會認為是沒有因應的 那 為什麼要犧牲現在個案的問題 是因為你要考慮到未來 十幾二十年個案的 你未來可能會面對的個案 你要怎麼樣去面對那些未來的個案 而不是只是看到 以前的這個個案 那當然我不是做 我不是說就是 犧牲現在的個案 對因為無本的也是個案 所以我並不是站在一個局外的立場 然後去犧牲魔獄房 對 我覺得其實 上街頭是一個 表達的訴求之一 它可以表達到很大的張力 可是 它的專業性並不能完全太大 那譬如說我在今天看到那些上街頭的人 我還會去跟它專業的訴求 其實不見得 我認為我們今天既然 反對這個法 是有我們專業的考量 其實就應該用專業的態度 去面對處理 上街頭我覺得它是 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屬項 所以我覺得還是公開辯論這個方式 會比較溫和 然後大家也能 專業人士也能比較 喬得出世界 並且 我看過那十幾個 三個立委 然後十幾個立委連署 那些立委沒有一個是 心理專業背景 蘇清泉是醫生 他不是心理師 他專業覺得不可能贏過我們 我覺得我們今天要PK 應該是用專業跟他PK 而不是上街頭 上街頭 或者說上街頭 不是唯一的選項 我覺得 我也不確定 到底辦公室有多少方法 不過我覺得 我們在談這個 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 就像剛才那個 林俊在講的是 那他們曝光之後 因為只要上街頭 他們就曝光了 當然也許有人願意曝光 那還有另外一部分 是到底有誰來說服他 如果回歸到我們專業思考 絕對不會是我來說服的 那這時候要有誰來說服 這可能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當為什麼 我先說說為什麼我們心理師 不會對比自己的個案 好 因為我們在做個案工作的時候 我想說上 你們是一樣要避免 你們家製造宣傳 他另外一個東西是 我們在 雖然不管你是智商或臨床 我們都很希望我們的智商關係 是沒有的 可是這件事辦理 我已經做不到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從來不會 要假裝一個 這叫 我們等的關係 而是我盡可能的貼近你 但是我 我有非常高度的權利 雖然我自己是一個心理師 我是一個心理師 可是我的專業能力已經 非常的高度 人家裡的個案 這個時候 我如果在說服他 他答應了 到底是 他自己就要答應 還是要屈服於我的權位 其實我怎麼知道 而這個東西 也牽涉到另外一個狀況 跟霸佛有關係 為什麼我們要限定 盡量併用雙重關係 或者是 比如說大家都聽到的是 我們禁止 跟正在服務 甚至是服務 結案兩年內的談戀愛 或者有各種的商業往來 因為我們認為 這個疫情作用 或全力關係 在兩年內 大概不會太快消失了 那當然我覺得也許 也有一個辦法是 那就有 我會來發出聲明 邀請大家 就是說病人這個問題 可是我覺得還是會回到 這的確需要有一個 非常高度的勇氣 他就有點像是同志 有多元成家 我站出來 其實某程度上 我就是在抗 那對他們來講 他們在抗號就是說 那我們要怎麼去看這個東西 因為可能社會大眾 會開始貼很多物理化的表簽 他等於在向大家宣告說 我是個有病 或有問題的人 尤其如果他是來醫院的 這時候服務 他的確能有各種狀況 那我們也 我們 我覺得如果 我是智商經理師 所以我也很相信 一定給我們一些個案 他是我的力量去承接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我會比較支持公開辯論的部分 然後我剛才也有想到是 其實現在 像智商經理 智工會 台灣智商 就紅藍龍老師每一個會 我三位長得搞太清楚 不好意思 只要他們名字還在想 搞清楚 其實他們都會挑一些心理師去做 有廣播電台的節目 或者有一些心理師 也許是會上電視觀看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許 媒體的這個環道 我覺得倒是還不錯 也許是讓心理師在那邊 有一些論述 或者政治也許 那我們就好啦 我們召開 不管是共聽會 會有文化辯論 然後 讓記者到場 然後就行 像今天一樣 實況入民 那讓我們有一個 好好地對談的空間 然後也讓民眾看 你知道 欸這個文章 沒辦法發生什麼事情 但記者也回歸到 有某些社會運動 其實我們都會說 那我們就一起來 把話講清楚 這是我們的 謝謝